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专业训练的 去做验尸的工作 专业训练的 就是我们的病理医师做的 其实非常专业 他在医院里面做病理切片 是非常专业 可是问题在说 法医的工作 是结合犯罪现场 然后见识科学 司法鉴定 他需要的知识是非常广泛 不是只有在实验室里面的 那个病理切片而已 但是今年度的这个修法 要更进一步让病理医师 不用参加法医师专系高考 就可以执行法医解剖的业务 各位 刚才我们提到的 像这个仲邱的 法医 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病理医师 就直接可以来 取得这个法医师的资格 然后就做法医的工作 都结果没做 张国庆的案子 那三位法医师 也是法医学教授 也是病理医师 都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都没有学过 现在法医师法通过之后 所应该修习的学分 可是现在法务部 竟然要让病理医师 只要经过简短的训练之后 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不是走到 走回头路去 所以这个是我们坚决的 希望政府为了 法医的品质 为了人权 能够依照法医师法 现在有的精神 好好的把关 让这些法医 让这些医师 或是病理医师 要执行法医业务的时候 增加一些 法医的专业知识 而不要用免费的 让这些放水的方式 让这些病理医师 就直接取得这个资格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修法 能够让我们知道说 法医建立的品质 是要保障司法人权呢 还是要保障这些医师的 化行工作权 法医跟医生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 是希望政府好好的思考 谢谢 那么在医学方面 所谓病理医师 他的专业是在鉴定 是什么病 法医呢 是在鉴定的 不是病死的 两个是完全不一样 病理医师是在鉴定 病死的是什么病 法医师是鉴定 非病死的 就是不是病死的 他到底是自杀 他杀 或者是医外 所以这个两个方面的专业 是完全不懂的 那么在日本 在德国欧洲 那么法医学科 跟病理学科 是完全是分开的 在这些国家 病理医师 绝对不能做法医的 结果的鉴定 但是在台湾 那么就是说 要修这个法 只有病理医师 才可以做 是完全相反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非常 非常对这个 台湾的法医的水准 这个是影响是非常大 那做一个普通的说明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